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 我要跟大家說回疫情的問題 因為最新 有兩宗 發生了這個病毒變種的報導 我們就合併一起說 第一個就是印度 印度據說他們的衛生官員表示 人們在各地出現了240種變種病毒株 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也是 找到 不同的變種 尤其是加州 最新的 就是 加州 宣佈 病毒 變種更容易 傳播 致命 兩則新聞是23、24日 我們就合併一起說 先說到印度 這個 這個 中央社 新德里 印度的武漢病毒最近有升溫的跡象 疫情最嚴重的叫馬哈拉什特拉省 馬哈拉什特拉省 馬哈拉什特拉邦 馬哈拉什特拉邦 這個新增病例如果持續上升 會重新採取封鎖措施 他們 面對這個 疫情 嚴重 在各地出現了240種 變種病毒株 另外還有幾個省 就是馬哈拉 什特拉省 克勒拉省 馬德瓦省 以及 克蒂斯加爾省 以及龐喆寶省 應該叫做龐喆寶邦 因為印度就是叫邦 龐喆寶邦 最近一週以來新增的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是明顯上升的 面對這個疫情升溫 馬哈拉什德拉邦 特別小組的工作人員 告訴新德里的電視台 省內邦裏面上週以來的新增病例是激增的 因為印度在各地出現了240種病毒的變種 變種的病毒株 武漢肺炎在英國 巴西 南非等地出現了 病毒的變種 印度衛生和家庭福利部 之前表示 印度發現了4例是感染南非變種病毒株的病例 以及1宗是感染巴西變種病毒株的病例 這兩種的 變種病毒傳染力更加強 而感染英國變種病毒株的病例也累計到了187宗 國營的全印度醫學院 院長表示 考慮到馬哈拉什特拉斯 邦出現了新的病毒株 可能有高度的傳播性和危險性 印度有群體免疫 將很困難 甚至乎是一個神話 因為 要有人口的80%有抗體才可以保護全國人民 不受病毒威脅 院長古賴瑞雅說 COVID-19病毒株的突變 將具備對疫苗的途日機制 可以威脅已經接種疫苗或者因為染病獲得免疫力的人群 讓這些人再次感染 意思就是打了疫苗也沒有用 不一定可以 幫助 病毒在變種 變成另一件事 鼓賴瑞雅呼籲民眾 仍然是一定要戴口罩的 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對抗武漢肺炎的適當行為 印度也 要回到積極的檢測 追蹤接觸病毒者和隔離感染者的措施 印度政府在推動一些醫護人員 第一線的抗疫 防疫工作人員 有3000萬人免費接種 兩款COVID-19疫苗 在年底 包括在之前說的3000萬工作人員 是列為高危的群眾 3億人 連這些人在內有3億人是列為高危的 接種疫苗 很糟糕 只要100元也300億 被問到印度 打兩款疫苗是不是對這些病毒有效 或者對變種病毒有效的時候 鼓賴瑞雅說 這些疫苗雖然有效 但是功效可能 很低 因為 人們 未必可以避得過這個疫苗 隨時也可能會感染 病症 相對輕微 我們要說一下 加州發生的事 加州也出現了 病毒的變種 西海岸變種CAL20C 這個系列的變種病毒 也稱為L452R 這個病毒 傳染性更加強 並且 對抗體的部分是有抵抗力 即是疫苗 對他沒有效 這個 去年在聖地牙哥的時候 他們的工作人員已經一直在著手研究 這個中共病毒 最近 他們 統計了一些東西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的統計數據 截至美東時間 2月24日 即是星期三晚 早上 全球中共病毒 病例 已經是1億1200萬人 死亡人數已經達到248萬人 目前美國營運 排第一位 而英國 雖然不是頭三甲 但也是排第五位 另外要說 巴西聖保羅也宣布宵禁 巴西聖保羅 會在這星期五開始實施全州宵禁 他們宵禁的時間是晚上11點 直至凌晨5點 持續到3月14日 到時的酒吧餐廳全部要關門 禁止人們在這段時間外出上街 現在 中共病毒也是 上速傳播了 所以巴西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地方 接著是美國 在白宮 報導了賀錦麗黑妹 的一個記者確診了武漢病毒 導致白宮的新聞簡報室整個要消毒 白宮星期三 較早時發給記者的共享平台一份聲明 一名記者在例行檢查中被檢測出陽性 我們一接到通知 解散了副總統的媒體記者圈 讓記者回家 明天再次對他們進行檢測 出於謹慎起見 他們就把整個簡報室進行清潔消毒 現在已經在聯絡和追蹤 這班記者和他們接觸過的人 但是這個人 感染這個人沒有跟賀錦麗 或者沒有跟拜登有任何接觸的 那麼紐約 說美國 說加州也發現了 有病毒變種 然後加拿大 亦都是有防疫問題 這次 他說有些隔離人員 涉嫌性侵犯和勒索 趁著防疫犯法 這些是很不要得的事情 他原來 在家庭主婦 說他違反隔離人員 就要勒索他金錢 最後 這個女人拒絕的時候就對他進行性侵犯 這真是十分之無良的事情 我們繼續說回加州的問題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員 就說 現在在加州發現的這個變種病毒 其實也在 其他州存在 不過 由2020年9月底到今年1月底 這個機構檢測的病毒株 出現了變種的機率 由零 已經增加到目前的 50% 一直在變化 UCSF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他的 傳染病和基因測罪專家 查爾斯 博士姓邱 他說 這種變體 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因為他們的數據表明 這種變種 明顯具有更加強的傳染性 可能導致嚴重的症狀 並且可以抵入部分的中和抗體 打了疫苗也沒有用 但是其他專家說 在下結論之前還需要更加多的證據 或是更加多數據 支持他 查爾斯 承認這個樣本數字比較低 研究顯示 61個感染變種病毒住院的患者之中 有8個病例 即是13% 是送入ICU的 而在244個普通COVID-19住院患者之中 只有7個人 即是2.9% 被送入ICU 在62個變種病例 變種病毒的感染者 之中有7人死亡 占了11.3% 而沒有變異病毒的246個感染者之中有5個死亡 只有2% 但是研究者不排除因為當時疫情嚴峻 就造成較高的死亡率 現在 加州說 印度也說有這麼多種變種 究竟疫苗是不是真的廢了武功呢 我們 現在也希望它是有繼續有效的 但是 要看看成效有多少 例如以色列的疫苗是90% 但是某些國家的疫苗 例如香港買的科興疫苗 它的準確率只有50.6% 低於白駕羅買藏 這個肯定是一種危險 可能 打完之後 還比之前更加嚴重 是不是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